我來當總統,我來做 所以我特別提出來 很簡單 80歲以上的長者 免巴士亮表 就可以 來請看護工 80歲以上 把巴士亮表廢止 把巴士以上把巴士亮表廢止 這個很清楚,你就可以直接申請 我們的外籍看護工 所以我們很清楚的 第一個很清楚,80歲以上的 長者 就不要有巴士亮表 然後可直接申請 看護的移工 也是我們要極力去想的 那這段時間我們也看到 我們長者 超過65歲以上的長輩碰到很多困難 尤其80歲以上 也碰到很多的挑戰 這些挑戰 我們可以看得到 因為 很多的家庭的照顧者 往往 因為我們的家庭現在 根據我們2019的統計 我們現在的家庭要組成 大概平均 大概頂多到3人 那如果家裡有一個長者要照顧的話 60%都會漏到女性的身上 所以將近會有4成的女性 因為要去照顧這些長輩 甚至包括孩子們 往往就會除去工作 所以 這些 家庭最重要的女性工作者 因為這個4成 就喪失了我們國家的勞動力 再加上 我們在長者的照顧裡面 我們私能的人口 我們預估到 20 31年 會達到118萬 這麼多的私能人口 誰來照顧 我們的 本勞的 看復工 平均的薪資算是高的 5萬到6萬 薪資高以外 最主要的是 我們很多接受 照顧的 訓練的 這些 人員 真正投入職場的 大概也只有2成 所以往往本勞 的看復的 照顧的 這些好朋友們 投入職場的能量是有限 再加上薪資5、6萬 一個家庭要負責5、6萬 再加上 他在照顧的當中 大概每個月又要負擔好幾萬的 整個照顧成本 不是只有薪資 一些花費 所以算一算有時候 往往每個月 一個家裡 有私能 或是有需要被長期照顧的 往往就要超過10萬 這不是一般家庭能夠 負擔得起 所以往往我們很多的長者 都需要去 從 外面找外籍看護工 來做照顧 因為外籍看護工的平均的薪資 大概2萬5到3萬5 但是 要聘請 外籍看護工 就要有 巴斯亮表 有巴斯亮表 因為確實我們的人員短缺 就要仰賴 外籍的看護工 所以第一關 你要請外籍看護工 你就要有巴斯亮表 那這個巴斯亮表 就變成一個在看護工 在外籍看護工 在聘請過程當中 一個要有審核的一個機制 這些審核的機制 往往 造成 家屬 跟醫事人員的很多的衝突 這些衝突 我看過 三種曾經發生一個例子 病患的家屬 追達醫生 就是不願意開 給他巴斯亮表 我也看到 醫生也反應說 八十幾歲的老奶奶 得到急性的 重慧 重慧病 就很嚴重的慧病 進到加護病患 那 要請巴斯亮表 他要觀察六個月 那這六個月 想想看 是誰要辭職來照顧 這個老奶奶 就變成家庭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很多的醫病關係 會因為巴斯亮表 大家彼此 衝突 尤其醫事人員常常 說一句話 這叫功德亮表 功德亮表 你在處理功德亮表的時候 他是有責無錢 所以醫事人員其實他們是滿痛苦的 醫生是很痛苦的 要幫忙 有時候又沒有辦法做到 不幫忙 又產生很多的 互惠 所以 其實醫事人員對巴斯亮表 其實 他是非常的不翻譯的 不能接受的 所以 再加上 經濟的負擔 往往也看到很多的 外籍看護工 甚至幫庸的 我們現在醫護大概有3萬人 10年 催不到 現在這10年後幹嘛 都去打黑工 薪資比較高 因為欠人力 所以跑到 西洋又請不到巴斯亮表的人 去那邊坐 黑工的外籍看護 薪水比較晚 沒有經過一道合法的程序 所以往往你就請進來他也跑掉 所以黑工很多 這黑工所佔的比例 光這些原因的 大概佔了百分之三十六 在那邊打黑工我就佔了百分之三十六 這比例很高耶 所以其實我們要 好好的去重新評估 巴斯亮表 到底要怎麼做會更好 天下雜誌做了一個 民意調查 有七成以上的人 建議會持巴斯亮表 不要巴斯亮表 當然 這是一個 雜誌的 所做的調查 但是從我們實際的現象裡面 這個都是非常實際的 所以今天 我來到 長照機構看長輩 我保護 面對的 民宴 因為巴斯亮表的民宴 經濟要增加 巴斯亮表跟醫病關係 產生衝突 再下載 又造成更多的 失聯的外籍開入跟幫傭 這麼多跑掉 所以這些問題要解決 正要解決 曾經也有 立委反應這個問題 結果 勞動部 他說 快速的面對 用檢疫的方法 來評估 甚至 免 但是 為無不得 不是這樣想 為無說 巴斯亮表 還是要增加醫生的 這 負責了 把它做出來 這完美兩個部也沒有協調好 這都卡在那 所以既然大家你推我推 我來當總統 我來做 所以我特別提出來 很簡單 80歲以上的長者 免巴斯亮表 就可以 來請看公 80歲以上 把巴斯亮表匯齒 把84歲以上 把巴斯亮表匯齒 這個很清楚 你就可以直接申請 我們的外籍看護工 所以 我們很清楚的 第一個很清楚 80歲 以上的 長者 就不要有巴斯亮表 然後可直接申請 看護的移工 除了這個 一樣 我們最重要的優先 看護的移工 一定要跟長照的資源 來做結合 這彼此之間整合以後 才能夠讓 看護的長照專業人員 的人力 跟知識的介入 可以綁在一起 可以提升照護的品質 很重要把照護的品質 才能夠讓我們 需要被照護的人 能夠改善健康 所以 長照資源的結合 以及長照的訓練 跟我們的看護的移工 要結合在一起 當然這當中大家非常擔心 會不會排擠到本牢的 這些 我們的照顧者 那這裡面我特別提出來 我們把就業安定基金 我們把就業安定基金